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系 特評教授 吳昌哲 今天很榮幸來跟各位介紹我們的實驗室 我是畢業於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研究所的博士班 早期都研究在跟醫學相關的一些研究 很榮幸到了海洋大學 生命科學系 所以我們把醫學上面的研究 把Focus在食品上面的一個開發 包括保健食品的開發 功能性的食品上面的開發 那希望藉著我們在醫學上面 能夠在保健食品 對人力的健康有所一些幫助 那到了海洋大學以後 其實在海大裡面有很多的資源 那其實可以看到 像之前我們在做的實驗裡面 常常是做中草藥 那我們常常跟學生講 神農藏牌草藏的思路上的一些中草藥 可是海裡面也有很多的中草藥 其實像藻類 所以我們其實實驗室也會利用這些藻類來做運用 所以在海洋大學的研究裡面 其實非常的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市民科學系上面 其實有很多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們也歡迎各位的同學 如果對海大市民科學系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各位加入我們 甚至可以到我們實驗室一起來共同研究 那我們實驗室的實驗方向 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從我以前在服務的單位 就在預防醫學研究所 那其實我們在做的預防醫學研究所 大家可能是就是說 就是在做免疫的一個調節的部分 因為我們希望說從疫苗的開發 或是所謂的預防醫學的方面 來去做人體的一個保護的一個方式 那到了海洋大學 我們其實也延伸這樣子 作為實驗室的一個 從疫苗的一個的開發 那早期的疫苗 大部分都是打針 那大家知道 因為疫苗的話 其實都是死毒的疫苗 或是所謂的減毒的疫苗 都是透過打針的方式 可是打針 大家知道大家會害怕 那一旦害怕的時候 就不敢去打針 那不敢打針過程的時候 其實這個防疫 可能就會受到一些阻礙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他打針 不用打針 也不怕痛 所以我們實驗室就開發的一些方式 除了改善所謂的傳統疫苗 所謂的減毒疫苗 或是死毒疫苗的一些 副作用不好的一個部分 我們就開發所謂未來的新一代 就所謂的DNA疫苗 那DNA疫苗其實也是會用打針的 可是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希望用一些所謂的貼布疫苗 那我們怎麼去開發貼布疫苗 大家知道 像以前呢 因為皮膚有很多的一個障礙 像角色層的一個障礙 那我們怎麼透過 我們的一些生物技術的方法 把這些DNA呢 可以做成所謂的貼布 然後直接貼布到我們的皮膚上面 可以經過我們的皮膚的傳輸 到身體上面 引起我們的免疫反應 除了這個貼布疫苗的開發以外 我們也開發出了所謂的口服的疫苗 打口服疫苗 其實大家知道 因為我們有酵素 胃酸 可以把很多的蛋白質 DNA都分解掉 如何讓這些DNA疫苗呢 穿過我們的胃酸 順利到腸道 引起免疫反應 其實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包吾的一個技術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噴皮膳的疫苗 我們就用流感的疫苗 打戰每年流感在冬天就會來臨 那其實呢 大部分打流感疫苗都是用打症的 那我們隨時呢 可以用噴皮膳的方式 把我們的疫苗呢 DNA疫苗呢 噴到皮膳裡面 去引起聯盟的免疫 得到很好的保護的一個效果 那這是我們實驗室的第一個的一個方向 那漸進呢 我們也把它改成在對免疫調解上面 因為知道現在很多的過敏 包括所謂的異味性皮物液 甚至呢 我們有很多人是有氣喘過敏的 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都跟免疫有相關 那我們怎麼去改善這些 其實呢 我們用很多的食材 那這食材裡面 其實都有很多的功能 那其實呢 它有免疫的條件 我們就利用我們實驗室建立的在異味性皮物液 或是過敏上面的一些動物模式 找尋這些有功能性的物質 來證明它可以改善 甚至呢 開發出保健食品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剛才講 預防所謂的 這些病原菌的過程的時候 除了用疫苗預防以外 其實有沒有藥物可以去做 或是有保健食品可以去提高我們 免疫功能來預防這些 那我們剛才講到 其實在海大裡面 有很多的資源 其實呢 大家剛才講到的 神農常牌 路上的草 那其實這其實是中草藥 那大部分的中國人在研究這些 可是呢 我們到海大的時候 我們來拜年聖誕的神農師 去海裡面找到這些的藻類 從這些藻類裡面去提出它有效的功能 那來去預防這些疾病的感染的部分 包括剛才講到的 所謂的Yomalotion感菌啊 甚至呢 有所謂的流感病毒 登革熱病毒 腸病毒 甚至我們也發表很多的 paper 在這些抗病毒的機制上面 那我們最成功的話 就是在腸病毒上面的一個開發 大家知道腸病毒 每年再造成小孩子的一個恐懼 一旦呢 一個班級有兩個小朋友 各到腸病毒就要停班停課 所以我們從海藻裡面找到一些藻多糖 這些藻多糖呢 它本身呢 除了提高小朋友的免疫力以外 它本身呢 也有一些吸附病毒的一個功能 阻斷病毒感染到身體的一個作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本身可以把病毒吸附住的過程的時候 就減少它的感染 加上你有免疫力提高的過程的時候 調解你的免疫的過程的時候 它可以有效去讓這個小朋友 更容易去感染到所謂的腸病毒 像我們這次也從去發表文章 也申請了專利 甚至呢 我們也技術移轉到長山 它順利開發出產品 那這個對我們的研究成果上面 也是一種肯定 好 那第三個部分 最主要的是大家 這幾十年來 三十年來 癌症都是第一個大死亡的之手 那我們實驗室對癌症上面 其實包括我到博士班的論文 都是針對癌症上面的 那癌症的話 除了化療藥物 放療藥物 其實都有很大的副作用 大家一般來講 你看到這些治療的過程的時候 有些人會受到皮包骨 其實這個就是有一個專員 名詞叫做二病治 那為什麼癌症的病人 會得到所謂的二病治 因為癌症產生過程的時候 會讓你吃不下 那吃不下的過程 可是癌細胞又有營養的過程的時候 它的營養怎麼來 它就從你的身體上面的蛋白質 直接去代謝 那一個正常人 大部分的蛋白質跟脂肪 都會代謝掉的過程 你看就受到皮包骨 甚至呢 你沒有體力的過程的時候 你相信 你有能力去接受這些正規的治療嗎 因為護作用很不舒服 所以我們一直想到說 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些火性物質 或是呢 或有用的 應應調節的這些保健食品 來幫助這些癌症病人 那我們很幸運的話 也在所謂的藻類裡面 找到一些 包括魚油 還有包括所謂的 一些天然物、酵母吸 都找到 還有鵝茶樹 找到一些這些的一些活性物質 它可以幫助癌症的病人 這些癌症病人呢 他吃的這些物質的過程的時候 他可以提高他的免疫力 甚至呢 可以降低他在所謂 痾病值上面的一些副作用 那我們其實也很常 我們找到這些 造成癌症或是化療藥物 造成所謂的二病值的一些路徑 那我們現在會找到一些保健品的 可以阻斷這個路徑 來阻斷這些癌症病人 他本身所產生Cancasia 那我們把這些呢 也開發成保健品 來對癌症病人 有一些貢獻 所以呢 總括我們的這個三個 我們實驗室這三個的研究的方向 都是著重在免疫上面的一個調節 所以呢 我們實驗室叫做免疫的一個功能實驗室 那其實呢 針對免疫上面去開發不斷 不管是在疫苗 或是在所謂的過敏體質 或是呢 在癌症上面 甚至呢 在抗病毒上面 我們都可以借用免疫的調節的方面 來去改善身體 那這是我們以上在實驗室上面的一些研究 那我們也歡迎各位同學對免疫 或是對於保健食品開發的同學 可以到我們實驗室 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 謝謝各位 成 蒲 柏 義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海納百川 有榮乃大